尊敬的总领事先生 参赞先生 以及各位来宾和媒体朋友 我非常荣幸可以担任这一次 中法文化之春的宣传大使 希望为中法文化交流 贡献上自己的面波之力 本届中法文化之春精彩分成 我刚刚在视频里面提到了三个 我很喜欢的项目 这里呢要推荐给大家 首先呢是法裔美籍艺术家 路易斯·布尔乔维亚的展览 永恒的思路 路易斯作为20世纪至21世纪 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 他的作品风格迥异 从超现实主义到极简主义都有涵盖 总的来说 他的作品很难用一种艺术风格定义 但不难看出他的作品里 有他自己和父母的情感交流 展览将会展出50多件主要作品 其中有他著名的蜘蛛雕塑母亲 期间还会有路易斯的纪录片 蜘蛛 情夫与橘子 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戏剧是 庞氏片局 据我所知今天这个戏剧的导演 大卫 莱斯高先生应该也在现场 他其实在2012年就完成了这部作品 并且把他搬上了舞台 而今年会有所不同 他会与中国演员一起去演绎这个作品 其中我们中国很著名的演员 20年代在美国波士顿发生的金融骗局一案 配以唱歌舞蹈会写的方式 将那个人人梦想成真的时代演绎得淋漓尽致 这个剧会在中国十个城市巡回演出 最后一个项目呢 也是跟我非常有缘分的法国电影展映 多年前我就参加过一次 法国电影联盟举办的法国电影展映 那时候我就向很多的中国观众 推荐了不少的法国电影 今年我再继续致力于中法电影交流 今年展映的电影很多 我想推荐给大家有四部 《雷米流浪记》 这个片子是2018年在法国上映 并且呢也即将登陆中国 电影大师阿尼斯·瓦尔达的传记纪录片《瓦尔达》 瓦尔达作为新浪潮唯一女性代表 于今年三月份逝世 但给我们留下了五十多部佳作 法国导演弗朗索瓦·欧容的新作《感谢上帝》 以及吉尔·勒卢时指导的 吉原姆·卡内主演的喜剧片《大映场》 以上呢就是我推荐给大家的项目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本届中法文化之春 多多关注法国文化 非常感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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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